三兩三年前 阿祈老師曾經每週每隔隔週飛到台東去做一件事 可不可以請阿祈老師跟我們分享一下這件事 那件事情我第一要感謝袁總裁 他在台東成立了工藝平台基金會以後 他對後山的小學或是後山的小朋友在做很多事情 尤其是原住民部落 對那時候朱老師就發個簡訊說 袁總裁有什麼我們可以為你效勞這樣 朱老師主動 對發簡訊給袁總裁 袁總裁說你自投羅網 我覺得這時候就是很棒 然後馬上就隔兩個禮拜以後 他就開始安排我們的文化之旅 帶我們好好地看一下發動的一些藝文活動 藝文的社區或是他們人文的過程這樣去做 結果到了臨時到了一個三仙台 我們是看完以後中午臨時 對對對 這個部落裡面有一個在打鼓的 有一個有一個一群小朋友在打鼓 是 他就帶我們過去臨時摳喔 那時候馬上摳那個白手臉那個陳理事長 幫我們聚集那一群小朋友 趕快做十幾個人 那我們就下去看了半個小時 我們就離開了 但是就是那半個小時 只看了半個小時 對 去看一下吧 我們就準備又下一個行程 那個行程是臨時安排出來的 所以看到那個部落以後 阿美族的部落 對白手臉部落 對不對 他們有 這個陳理事長他是一個 就變成課後發掃協會 讓他們不要課後以後可以有事情做 不要讓他們就是遊手好閒這樣 把他們幫他們課後舞蹈 但是每天這樣比較乏味 他們說想要成立個鼓團 讓他們自己這樣可以練習這樣 所以其實剛開始也沒有一個團 沒有 他們完全就是當地部落的小朋友 對自己玩 然後當地的人自己做鼓 因為他們當地是一個 一些像有一些那個 志明老師跟那個 那個麻藥老師 他們都是非常好的公益老師 他們會做鼓 只是他們喜歡玩樂 但是他們就是比較 不是那麼專門會教小朋友 是 他們是很有熱心 把他們聚在一起幫忙 他們之後他們本來想要成立鼓隊 但是呢 沒有就是經費不夠 請不起老師 對對對 所以那時候他們都 乾脆我們自己來做鼓好了 對 所謂寶寶骨 對 就是阿美族的那個定制漁網 那個福桶 叫寶寶 然後他們用那邊漂流木 每次颱風來都漂到那個碗裡面去 對 所以他們利用漂流木去做鼓森 喔 是 所以說這樣做出來是他們 客有的特色 對 而且鼓頭是他們自己做的 對 所以我覺得讓我滿感動的 因為 為了一件事情 他們很想要 對 對 他們就慢慢從他部落 把自己的部落的小朋友聚在一起 很感動就是 然後我去的時候 因為第一天去看他們以後 他們叫我秀嘛 對 他們打完以後 換我秀一下 秀完以後 他們說 欸你打得不錯喔 小朋友這樣跟你說 對對對 好可愛 都很天真啊 是是是 那你有沒有教我們 我說你們很想學嗎 想喔 然後就這樣 好 就想這句話 對 只要你很想 阿齊老師都很願意教 對 在這個過程中 我覺得 因為我 我感謝朱老師當初沒有放棄我 你看 我可以才有今天 一樣我覺得 可以希望嘛 給未來 所以這個我覺得 蠻好就是說 因為朱老師當初沒有放棄我 所以我今天可以這樣 我也希望用 朱老師這樣的愛 然後我也希望可以給 這個部落的小朋友 一個機會 所以我就 每兩個禮拜 今年已經跑四年了 五月就滿四年了 哇 對啦 所以他們 這些小朋友其實之前 沒有受過任何專業的醫院訓練 沒有沒有沒有 都從零交起這樣 對 而且剛開始在教他們的時候 蠻好玩的 因為那個部落 蠻好的 已經三十年沒有 風靈記了 真的 是從這邊開始 他們寶寶鼓活絡起來 他們又 開始有風靈記了 我覺得這是很棒啊 是是是 現在變成也是他們的部落之光 對 而且老師今年的TIPC 這一群寶寶鼓的小朋友 是上去也有一段演奏對不對 是開幕音樂會 特別演出 特別演出 對 就感動了全場的觀眾 對 因為他們的演奏 然後他們背後的故事 他們所散發出來那種生命的光輝跟能量 那個真的是 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 然後再融入他們特有的歌聲 對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感人感動了 還有在場有非常多來自全世界各地的打擊樂家 而且是最頂尖的 專業的打擊音樂家 對 他們都覺得真的不可思議 真的 可以說其實是全台灣最頂尖的音樂家 然後去交一群完全沒有受過音樂教育的小朋友 而且是定期風雨無阻的跑到花東去 然後最後把他們拉拔上全世界的舞台 而且阿祈老師真的把他們當成自己的孩子 因為他們 老師聽說他們又愛你又怕你 對啊 四三老師他是這樣的 對對對 沒有他說又愛 然後還是更愛 對不對 他們沒有說怕 因為阿祈老師真的把他們自己當成自己的 就是他們當成自己的孩子 過年的時候擔心他們沒有新衣服 還特別從台北批貨去送給他們當新年禮物這樣子 對啊 就是真的好感動 是 所以他們也願意拿出所有的能量來回報這樣子 對啊 其實對我來說 豬團真的是在台灣的音樂圈是一個很特殊的存在 豬團像一個家庭一樣 然後永遠做什麼事情都是大家一起 我覺得你們整個團就很熱血 對 所以豬老師 熱情很重要 對 因為熱情是我們走下去的動力 所以豬老師不論如何困難的任務 大家使命必達嗎 團長跟副團長 沒錯 一定要的 對啊 當然 可是我覺得老師的帶領 還有真的打擊樂器 它真的有一種魅力 獨特 就是你一打鼓 或者一演奏起來 整個就會熱血沸騰 感覺就是一個很正向很具有能量的樂器種類 然後我常常看到阿祈老師打鼓 我也覺得 縱使我也沒有在演奏 我在旁邊打 我都覺得好像充滿著希望 充滿著往前的力量這樣子 很能夠感染人那種氣氛 沒錯 我覺得打擊樂器就是一種心跳 心跳 你有那個活力 心跳才會加快 然後覺得就很活力 覺得沒有 怎麼辦啊 覺得 我剛剛開始講我很好 不好意思 是真的 當然我覺得大家互相 我就覺得今天難得 我跟你講這一輩子可能 我們這樣的時間在一起 其實就家人了啦 這麼多 有時候真的我說在樂團時間 都比我在家裡的時間還多 多好幾倍 我相信 對 而且你好把好多時間分給學生 就是這樣我覺得 感謝啦 就是我們有這個機會 對 也很多人在努力 但是我覺得我 我們不管努力我還有機會 這是很難得的 是 好我們今天也非常期待兩位老師 非常難得的首次團長跟副團長 一起開音樂會 非常感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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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